你健康,我健康,大家都健康 欢迎收看南疗印象 今天是4月的最后一天 很高兴我们的防疫工作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的佳林 我们在这样的安全的环境下生活 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今天呢,校长呢,邀请了一群很厉害的小朋友 还有老师们,要来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生活周遭除了防疫这件事情以外呢 还有很重要的细节要注意哦 大家可以看到,校长身后有一个新的看板 没有错,这是学校新采购的电子看板哦 待会这个场景就会跟我们的小朋友还有老师 一起来为大家解说到底有什么小细节 藏在我们生活里头,而我们要去注意的哦 那校长就不多说了,我们马上看剧了,开始 有一天,东东坐在教室位置上 啊,一早起来就知道他还没吃 好饿哦 嘿嘿,我听到有人肚子饿哦 我最有好吃的软糖,我要来骗他一下 东东,我最有好吃的糖果要不要吃啊 哇,是我最爱的小熊卵糖耶 哦,我也超爱吃这个的,吃了让你很兴奋哦 真的吗,可可一包 小蛋姐,我记得老师有说过,这种糖果可能是毒品伪装的 而且也不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的食物,你不要乱吃 嗨,真的假的,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 我跟他包装来很完整啊 对啊,没有这么严重啊 佳阳,你也老一包嘛 老一包嘛 老一包嘛 嗯,汤啊 哇,小朋友,现在呢,的毒品呢 常常是伪装成我们熟悉的东西哦 所以来路不明的东西呢,千万不能吃 大家看这个板子 你看,我们呢,呃,现在伪装的毒品的 有糖果,还有小熊卵糖,梅子粉 甚至小朋友喜欢吃的巧克力,都被歹徒伪装成毒品呢 所以呢,小朋友,千万要注意哦 你的,你吃的东西,一定要是爸爸妈妈买给你的 或者你自己到商店去购买的哦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小朋友,他遇到了什么事呢 段考前的早上,鼓鼓无精打采坐在位置上 嗯,跟读书读好玩,好想睡觉 我又听到有人想要睡觉了 鼓鼓鼓鼓,你怎么了呀 怎么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啊 快考试了,在熬夜看书 但是越看越晚,越来越累 我想要睡,睡觉 好,那正好我这有一杯提神饮料 喝了让你提神醒了哦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你看 这个啊,是很有名的恶魔咖啡包 一般人可是想喝都喝不到的呢 喝了让你提神醒了,考试还会考一百哦 真的吗,还不懂他给我喝 小蛋姐,我记得老师有说过 这种咖啡包可是毒品伪装的 而且陌生人给了饮料,千万不要喝 这样子很容易被上瘾啊 我才没这么坏乱家东西,你都欧白够 你也来一杯吧 没没,而且我还没喝过 我要糖睡看看 不行,为了安全 还是先问过老师比较好 嗯,汤哦 又是这个可恶的恶魔 又要来骗我的学生 啊,小朋友 哦,毒品除了会伪装成大家熟悉的糖果之外呢 还会伪装成咖啡包 在你觉得很累的时候呢 这个恶魔呢,就会悄悄上来呢 诱惑你,所以呢 还是那句老坏 来路不明的东西 绝对不可以碰哦 是 我们知道了 一 爱酒 让我们勇敢的向毒品说 不 那种的 嗯 餐 看了一出非常精彩的序剧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棒啊 我们先来反问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 三位演出的小朋友好不好 好嘞 首先介绍是我们的新朋友 我们的Puku 来跟街头拖拖拖手 Puku好 好,来接着 我想就是 娘娘的风雨人物 也是看男人物 来,加油 好 现在我们的小朋友 准备 你的东东 你的标准动作是什么 好 太棒了 好 那这三位呢 很厉害的小帮手呢 来告诉我们呢 毒品是藏在什么地方以外 刚刚还有两位 大家都有看到很重要的人物吧 我们也介绍呢 在学校里面呢 在访读这件事情呢 非常用心的 我们的扁年老师 哈啰 哈啰 你刚刚应该是戴着 我戴着恶魔的面具 恶魔的面具 你刚认得出来是我吧 对 每天早上的7点20分 下午的放学 都会看到我们的圆圆老师 好 刚刚还得一直讲 嗯汤啊嗯汤 那个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薯渊主任 非常谢谢薯渊主任 还有圆圆老师 还有三位小帮手 带来的这么精彩的演出 等一下还有幕后 我们在幕后花式的时候 再介绍一下 幕后的声音到底是谁 那 袁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我想呢 刚刚演了一出很棒的戏剧以外呢 告诉小朋友说 版图的重要性 那呃 我知道你好像手边还有很多很精密的小法宝 尾装成毒品的一些好吃的食物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啊 那我们 看一下画面 小帮手帮我们拿一下 看一下画面 小帮手 来小帮手 来 好 走过来看一下 好来 各位小朋友 我们这边呢 有常见的 几样伪装成毒品的东西 第一个呢 像刚刚大家有看到的软糖糖果 以及果冻 小朋友最爱吃的果冻 第二个呢 就是最流行的毒香烟 它会做成 让彩色的让小朋友们 哇一看到就很吸引的目光 好 再来呢还有这个大家最爱吃的巧克力 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哦 再来还有饼干 梅子片梅子粉 以及小朋友最喜欢的跳跳糖 这些呢 都是我们生活上最常见被伪装的食物 以及物品 请各位小朋友 绝对不可以接受来路不明的食物哦 哇 谢谢圆圆老师这么清楚的介绍 我想呢 这么多的毒品 都在我们的身边 只有小朋友 多一点点的防败 来路不明的东西 绝对不要吃哦 好我想呢 今天是4月的最后一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各位小朋友们宣导 明天是5月1号 你的爸爸妈妈可能放假了 那请小朋友回去也提醒爸爸妈妈们 放假的时候 避免到人潮多的地方去游玩 那很重要的 戴口罩 请洗手 做好健康自主管理 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加龄哦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就邀请今天所有参加的 大家朋友小朋友一起入境 还有我们幕后的 我们的商励老师 上次来教大家的 很重要的防疫知识的 还有 大字爆是谁呢 我们的徐泽老师 最后来的 最后的策划 跟我们的导播 来我们的文明老师 还有我们的 一杯老师 一起进来吧 我们来到4月的最后一天 我们希望能够回忆 赶快结束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正常的倒操场 去做升旗了 好 那最后我们是一起大声的跟小朋友说 我们今天的缺打主题叫做 下毒品说步 你们有动作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就一起哦 来5 4 3 2 1 下毒品说步 你健康我健康 大家都健康 我们南较印象 下次见啰 拜拜 谢谢大家